对于新型的3亿级船舶巨人 马斯基航运公司将采用最为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措施 可持续发展措施将便是6万吨巨轮上的每一个螺母和螺栓 因此大多数材料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改进回收 而剩余的材料也可以得到安全处置 船上的所有材料将进数标记和编号 以此将高级和低级的钢铁、铜线、危险材料和废物相区分 基于此种排序方法 几乎可以将所有的材料重新用于新的船舶之上 从而为既危险又污染环境的船舶拆解画上句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